和影杀手景田秒过张子怡不书范冰冰,却因细节输给50岁翁红。 现年30岁的景田,近两年来的发展可谓是顺风顺水,虽然此前一度被传背景不俗,各种大制作大投资的电影电视剧齐活,但外界对于景田的评价,通常是零演技、赖骗女王等头衔。 但谁曾想到,景田到了接近30岁的年纪的时候,倒是依靠性格缺了不少粉,如今,景田不仅是也口碑回暖,但情上与张极柯也是甜到发逆,当然,大家更多的还是祝福这对小情侣,毕竟甜蜜的爱情,并不让人反感。 而捉到景田的外貌,其实也是她最出色的利器,从小就五官出出的景田大妹子,曾经素颜直播狂吸粉,不仅笑起来超甜,皮肤状态也是完美,看完景田的直播后,许多女网友也是纷纷被安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,拥有数色外貌的景田,在娱乐圈中还有一个合影杀手的外号,而这其实也不是一天两天了,纵观景田与人比优美的光辉历史,的确是让人惊叹。 在这么多年中,景田几乎未尝败己,秒过张紫怡,迎过张柏芝,甚至面对范冰冰刘亦菲等人也是不遑多让,不说盖过风头,但也绝不会被掩盖其光芒。 像在前段时间,Angela Baby和景田同被邀请参加Daya活动,而在活动之后,景田和Baby也在微博上分别上传了当天的活动照片, 但网友发现,Baby发的微博照片中特意把景田截掉了,紧露出了对方的手臂,因此,许多网友甚至也是质疑Baby不敢跟景田比美。 总之看到这些,大家也对景田的外貌有了大致的敌,但今天,翁红在微博上上传了于景田的合影后,令谁都没想到的是,合影杀手景田居然因为一个细节输了。 今天下午,翁红在微博晒出于景田的合照,并佩伦,趁在苏州拍戏的空隙去了趟无锡探班。 记得09年我们初次合作,孙子大转饰演一对落难姐妹花。 那时候你是刚进北殿的小甜甜,现在已出落成大甜甜了。 这么一看真是满满的回忆沙啊,瞬间就过去9年了。 翁红是大家的童年女神自然不用多说了,虽然现年的她已经50岁了,但整体来说,除了一些细小的皱纹无可避免之外,整个人还是美得那么自然。 相比较一些靠打针为止不老容颜的香港女性而言,翁红这种纯天然不僵硬的言才是最让人羡慕的。 30岁的景田和50岁的翁红,两个大美人同框,的确漂亮的挪不开眼,而且50岁的翁红看上去实在是太年轻了,很多网友也是直言两人简直是姐妹。 但仔细看细节才发现,景田这眼睛和双眼皮实在是有点瘆人,加上眼带太过于严重,甚至比旁边的翁红也差了太多太多了,感觉翁红的脸整体看上去更舒服。 许多网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,有网友认为两人虽然差20岁,但毫无为何感,看上去真的像姐妹,也有不少网友表示近照看起来,景田的双眼皮的确有点太大了。 感谢观看